你们啊 不要再聊那些无聊的问题了 郑千将烟头掐灭后 静止来到了呼声中 可怜刚还处于无意识状态 现在就又恍然惊绝 看到老公扑过来 此时此刻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的没错 老公的武器 哦不 现在是神器了 绝对是再度进化的存在 原本就足够让他神魂颠倒 也不能寐 此时此刻 更加展现出了超凡入胜的战力 让他不由的浑身发抖 老公 我 我不行了 记住 女人 不能说自己不行 郑千严肃地说道 然后给风姿使了个眼色 马熟练地暗流着 口水说道 我靠 好东西都送到你面前了 哪里还有推出去的道理 我跟你讲 我每天都想得不行 快点抓紧机会 其实对于郑千神器强度问题 翻讨论 虽然我不能否认 有些女孩子 其实是有X的 是真的喜欢多人运动 通常男友无法满足自己的情况下 一周左右 真的需要有那么一两次 很多人一起爱他才行 但郑千的神器 真的太厉害了 尤其是可持续作战能力 更是如同天神下凡 笑的女孩子就有这种 必须要她狠狠对待 真的痛那么几天才行 不然真的每天都会想 而郑千 来这么一次 真的顶得上很多 所以 即便千很久很久 但只要偶尔狠狠连接一次 真的非常非常解渴 就感受到了 可说来奇怪 这次背相 又没那么难过了 身体挥嘴上说说是不行了 但真的开有爱上了 第二天 深度睡眠之中 郑千则带一楼吃早餐 到了他这样的世界顶级权贵断位 哪怕是临时决定来到戴英 还是可以迅速安排这样一个 金贵奢侈的别墅 并且被送来女仆等 立刻打扫干净 能够做到随时入住 吃着饭 听着黑水银的汇报 这次领队的是个花族的小姑娘 代号曼朱沙华 曼朱沙华一本正经地 站在餐桌旁讲解情报 这次动用了大量的资源 彻查 集团的总部 仇哥甚至还亲自参与其中 并且汇总了黑水银 从集团出来的这些兄弟们 讲了半天 最后他艰难地说道 可惜 还是没有调查出来 郑千刚好吃完饭 点了根烟 为什么一点线索没有 甚至 就连陈仇都参与进来了 还是没有线索 曼朱沙华叹了口气 迟疑地回答 他们进入到集团队的时候 都很小 自然记不得很多东西 而且还会经常 被喂食奇怪的药物 似乎也会影响到记忆 而他们有资格离开 集团同样没有意识 只是醒来后 才知道已经完全自由 回到正常的社会 自从斗篷和白袍消失后 郑千就开始调查 集团的事情 他更愿意相信 这两个人是从那里出来的 可是 这就涉及到 风姿昨晚提到过的动机问题 杀人是需要动机驱使的 而集团历来都不会 针对某一个人 郑千拿起简报 认真翻阅起来 里面详实地记录了 集团在历史上 曾经参与过的一些重大事件 归根结底 大都集中在一些国家的 主权颠覆上 从那里面出来的人 都是杀人兵器 就好像陈仇说过 那里会培养他们 杀人语法 从小最开始学习的语言 不是正常人类的语言 里面全都是各种负面信息 一切都和杀人有关 集团的存在感 始终没有组织那么耀眼 可是 郑千相信 领袖不是那么无聊的人 尽管只是见过一面 但他有感觉 领袖和圣母 完全不是一类人 他对于掌握权势 没有任何想法 在郑千看来 领袖对于这个世界 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冷眼看待世间事物的发展 培养无数高手 只是为了出现将来 能够挑战他的人 可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主人 我觉得有点奇怪 风姿在旁边看了半天 忽然促起眉头 扶了扶眼镜说道 你看 集团 颠覆的这些个国家 制造的混乱 从某种角度来说 更像是为组织帮忙 为组织帮忙 郑千深深吸了口烟 说下去 风姿的脑袋飞速运转着 也和他知道的信息自动整合 他指着情报讲解道 你看 如果我们现在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 集团 更像是开启S1 S2赛季的影子 正是因为他们的那些举动 才为组织 创造出了 适合改变世界的环境 很显然 弄出这些战争 并不是为了搞钱 背后有着巨大阴谋 主人你看这些出事情的地方 看似没有关联 既在欧洲 也在亚洲 甚至还有非洲 看似是东一个地方 西一个地方 可还是有关联的 关联 就是 时间 是有先后顺序的 就好像 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一样 一个地方找不到了 就去另一个地方 这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伴随着风姿的讲解 郑千的眼神越来越亮 就彭扶 抓到了什么似的 在寻找某样东西 组织 圣母 法帝马 集团 领袖 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东西 就好像形成了一条 若有似无的纽带 正在开始串联起来 郑千紧紧攥着风姿的手 他总是能够带给自己灵感 认识他 真的太好了 主人你瞧 根据现有资料查到的 集团 可能最初动用 杀人于法的地方 疑似应该是在意大利 当然 历史上 甚至中世纪 都可能有 集团存在的影子 但那些已经不可考证了 可是 范蒂冈之囚 有可能是很多事情发生的原点 在那里 已经开始出现 疑似杀人于法 出现了 某时间线 复苏早已经适应了在这个时代 他起初认为 还没有工业革命 倒也是误解 不过是 因为这里的人土风情 实在是太过于传统 他也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这时候 他钟爱的女人 也没有获得神职人员赐予的心名 刚刚做完一天的工作 拿起了报纸 可才看到第一眼 就忍不住浑身颤抖 因为 标题 让他想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范蒂兰扭钢都是臭虫 我们不能允许 他们在我们伟大的国度里存在 兄弟们 让我们一起去消灭臭虫 为民除害 这 就是杀人于法 这种杀人于法 为什么会出现 难道 是我误会了 复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他反复查看报纸 认真阅读一字一句 是的 很有可能是我敏感了 领袖大老远来在这里投放杀人于法 是要做什么 我要让克洛埃小心 不对 这个时代 就已经有领袖了吗 哪怕我回到过去 来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 也还是逃不开领袖吗 不 不可能的 傅苏如此安慰自己 克洛埃 就是他喜欢女孩的名字 而同一时间 在林镇的某座教堂里 因为当地过于传统 所以物资不是很丰沛 但我们都知道 教堂的建设 是需要花费很多很多钱的 如果没有大老板赞助 不 更准确地说 如果没有很多有钱的信徒捐钱 买类似赎罪券的东西 是不可能顺利建设起来的 所以 克洛埃如果将来想要做一名 合格的神职人员 必须要来这里学习 今天 他还是一如往常地来到了这里 接待他的神父 一脸慈祥 将其带入到了里面的办公室 牧首大人 这位就是 我跟您提到的虔诚信徒 神父虔诚地 对办公桌后面的男人行礼 克洛埃满脸兴奋 因为这是他献过官位 最大的神职人员了 而且 圣座教廷肯定收到了他的申请 如果可以通过考核 到时候 就能够顺利进入到 圣座教廷里工作 诚心实意地侍奉主了 但 这位 牧首大人 怎么 会是一个东方人 东方亚洲人 也有成为红衣主教级别的吗 这位中年人 打亮着眼前的女孩 露出了默可名状的笑容 她温厚地看着对方 小姑娘 你的确看起来很虔诚 我可以把你带到 圣座教廷工作 但 同样的 我也希望你能够展现你的信仰 让我看看 你对主到底有多么虔诚 克洛埃兴奋地回答道 我能够背诵一切祈祷文 不不不 我指的不是这些 男人摆了摆手 他微笑地看着对方 轻轻敲了敲膝盖 过来 过来 这两个字一出现 女孩就好像失了魂魄似的 如同提线木偶般 木讷地走向了办公桌前 跪在男人的身前 神父完全惊呆了 他连忙 想要上前去制止 但 男人只是一个眼神 他就被钉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满目惊骇 完全无法理解 究竟发生了什么 克洛埃双眼空洞地解开男人的腰带 然后 中年人垂手 微笑地看着克洛埃 真是纯洁的女孩子 听说 你有个百拉图式的恋爱对象 连接吻都没有过 哦 当然是除了 不过不用紧张 先好好清理一遍 神父就这样傻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根本无法相信发生的事情 他想要高声怒吼 怒斥眼前这个异端 但他一个字 也说不出来 半晌过后 中年人才缓缓抬起头 注视着 早已经怒目元征的神父 缓缓说道 宝禄 你有很不错的后代 他比你要更有远见 看清了所谓叫停洗脑的真相 不会盲目成为什么上帝的仆人 你我之间 倒是也有一场善缘 今天就让我好好点心你 中年人一边按着克洛埃的脑袋 一边开口道 你一定是个历史不好的人 如果认真阅读过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就知道你的信仰 连史都不如 你是进行会的 那你是原教旨 还是改革派 如果是改革派 那你是1879年改革派 还是1915年改革派 你买赎罪券了吗 你是天主教的 那你是胡斯派 亚当派 包罗派 罗拉德派 阿尔比派 一亿论派 鲍格米勒派 维尔多派 信的这么多 杂不杂 话又说回来 再早个几百年 如果你没买赎罪券就祈祷 你特别要被当成异端 直接弄死 所以 你觉得我在奠于你的信仰 你配吗 看看这教堂 怎么被建立起来的 如此富丽堂皇 你心里一点数没有吗 这一连串话说出来 保禄神父直接梦了 站在原地 尽管中年人 已经让他恢复了自由 可还是说不出来半句话 因为 他真的有被动摇到了 接着 中年人结束 检查克罗埃 确实吞咽进去后 这才让他重新清理干净 然后缓缓说道 从下周开始 我每周都会来 每次都要把他带到 听见了吗 嗯 他的新名字 我已经想好了 就叫做尤纳尼斯 告诉他 将来是有机会 去圣座教廷工作的 就在范蒂兰扭钢 保禄神父这事终于忍不住了 声音沙哑着说道 可是 现在范蒂兰扭钢 正在被围攻 他们都称之为 范蒂兰扭钢之囚徒 中年人提了提裤子 微笑开口 很快 教皇国就会诞生了 在暴动之中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保禄神父连忙接着追问 那 那你又是谁 这场暴动 难道是你 喂 中年人不置可否地摆了摆手 缓缓说道 他们都叫我 领袖 保禄神父 还是不依不饶 领袖 为什么 你为什么 要范蒂兰扭钢出现暴动 领袖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然后 又将目光落在 双眼狮神的克罗埃身上 如果我不这样做 那个他 可能会找不到 失落的遗骸 现在 伤容烟瑟瑟发抖 因为尤纳尼斯 现在的状况 很不稳定 他一直走来走去 就好像发生了 什么重大事故 伤容烟眼瞩转了转 虽然尤纳尼斯 现在有点吓人 但看到圣母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他还是很开心的 饶友兴致地 在旁边嗑瓜子 啥也不干 就是盯着尤纳尼斯看 彭扶看他烦躁 自己就暗爽 嘻嘻 再多走几步 走来走去真好玩 哼 让你威胁我 伤容烟看到他的样子 暗爽不已 嗯 尤纳尼斯忽然回头 走向伤容烟 你盯着我傻笑干什么 伤容烟立刻汗如雨下 啊 没有啊 我在嗑瓜子 尤纳尼斯一把夺过来 不许嗑 我不方便联系郑千 你帮我试探一下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 我有点事情 可能要离开这里 暂时去处理一下 伤容烟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没有他的电话 放屁 尤纳尼斯快气炸了 放屁 你会没有正千的联系方式 尤纳尼斯被气笑了 他一把 钻住伤容烟的下巴 争明地说道 你他妈爱正千爱得死去活来的 当时甚至还控制我 让我干掉那个刺杀正千的砸碎 你会没有联系方式 伤容烟委屈巴巴 扭捏地回答道 真的木有了 你想想看 我可是组织的工举业 我们之间要是有联系方式 要是让人发现了 可怎么办 有道理 尤纳尼斯猝起眉头 倒是也喷不出来了 不过他还是觉得非常不爽 总觉得伤容烟 刚才好像是在看好戏的样子 如果不是这里 还有澹台坠花 到之前岁两个爱似的 他绝对绝对要好好教训 教训伤容烟 不然他总是抱着吃瓜的心态 这让尤纳尼斯不是一般的不爽 你 给我站起来 尤纳尼斯眼珠转了转 忽然说道 嗯 伤容烟都快哭了 因为自己真的不受控制地站起来了 他忽然感觉 自己的特殊体质 就好像是假的 虽然直到今天位置 他仍然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因为什么 忽然有的特殊体质 给我把袜子脱掉 尤纳尼斯晃动了小脚 伤容烟哭丧着脸 帮圣母脱下小白袜 圣母笑嘻嘻地用脚背 挑着伤容烟的下巴 怎么样 小仙女的GLGL 是不是香香的 哼 能帮本仙女服务 真的是你的造化 不知道世界有多少男人 都囚不得呢 伤容烟在心里怒骂 尤纳尼斯祖宗十八代 但是 他脸上的表情 却还是笑嘻嘻 臭死了 圣母是不是从来都不洗脚啊 真是怀念唐纳德 伺候我的日子 话又说回来 好像唐纳德许久 没有联系我了 他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伤容烟心里如此想着 看着他委屈巴巴的样子 尤纳尼斯笑得更开心了 笑着笑着 就又想到了 圣母本体不见的事情 而且还联系不上 负责运送的唐纳德 他却偏偏 又感觉到 本体去哪里了 就好像是有自己的想法 给我洗脚脚 快点 尤纳尼斯恶狠狠地说道 他现在也只能拿伤容烟撒气了 真是气死了 他好想赶紧从这里离开 本体至关重要 里面有几乎所有的法蒂玛一孩 这是他的力量之源 更是关乎预言的关键所在 必须要找到才行 但如果现在溜了 要是郑谦忽然回来 倒是也不好解释 老公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被圣母这个贱人欺负死了 伤容烟泪流满面地起身 把泪水都悄悄流回去 气呼呼地掐着腰 那个 那个谁 你给我过来 去给我打一盆水 庄访梦连连答应 正准备走 却被尤纳尼斯直接叫住了 他恶狠狠地瞪了伤容烟一眼 你去 呜呜 伤容烟立刻流泪 走向卫生间 夜北 几天过去了 靳志渊更加忧心忡忡 因为现在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不只是染香身体没有好转的迹象 甚至就连进入的身体 都开始不好了 这个状况 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本来好好的双双 怎么忽然也变成这样了吗 志渊哥 不如 我们找郑总吧 现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尼国栋如此劝解道 座位以前就跟着靳志渊的小兄弟 得知大哥回国 当然第一时间过来慰问 可没想到 却看见了靳路 染香这样的状况 大哥家里不痛快 他自然也不痛快 染香就算是在全世界最顶级的美奥诊所 都没有得到救治 在小小的夜北 自然更没有办法 只是这段时间 找来了一些拿津贴的国家名医 来给靳路诊断 当然 还是找不到病根 秦立月作为靳路的贴身保镖家司机 看到老板娘饱受煎熬 想过悄悄私下联系老板 但是被靳志渊制止住了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女婿 在中东是有任务的 不能耽误大事 但 事到如今 真的没有办法了 只能点点头 长叹一声 没办法了 似乎 也只有找小郑了 李月 你帮我联系一下吧 真是不知道 我们家到底招惹了什么生命 居然一家人都遇到这些怪事 这句话 也让倪国栋 想到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甚至在医院里 靳志渊遗失了自己的第三个女儿 因为阮长熙要亲自调查 不希望走漏风声 所以 被靳志渊 封住了所有人的嘴巴 可是 阮长熙回到家族才发现 原来 一切都是误会 那天出现在医院门前的上户车牌 似乎和阮家并没有关系 只是调查到 是来自于某规国投资的华侨 仅此而已 因为他们先抵达的上户 所以就用了上户车牌 他自然也是找不到 遗失的第三个女儿 滴滴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郑谦本来正在和苏元双 崔子清 风姿友好互动 忽然收到岳父的消息 顿时占一群无 立刻拍了拍风姿的屁屁 起来穿好衣服 跟我走吧 进入在夜北 似乎出了点事情 我要回去处理 双双 清清 你们在这边多注意安全 尤其是你 清清 千万不要出事 郑谦捏着崔子清 和苏元双的小鼻子 认真的嘱咐 崔子清勾着她的脖子 温柔地笑着说道 放心吧老公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主人 我们直接前往夜北吗 我现在立刻安排 风姿飞快穿好了衣服 郑谦穿着沙滩短裤大裤衩 赤着脖就走了出去 先回迪拜一堂 必须要带着小修女回去 未来某时 宝露三世叹息着 俨然一支香烟 站在范地兰 扭钢盛坐教廷的 教皇请公路台上 自言自语 老朋友 我知道 你是放任 幻宁离开这个时代的 甚至 要阻断她回来的路径 她是你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唯一存在的骨肉了 你的那些孩子 还有和进路的 都不见了 我知道 你不希望幻宁也 消失 所有人都以为你变坏了 但我知道 你前往无数时空 不只是为了寻找 拯救进路的办法 更是寻找自己的孩子 老朋友 虽然你仍然不愿告诉我 那天发生了什么 但我非常清楚 你不是真的变坏了 只是 我看你这么痛苦 我也很难受 算了 我没什么可做的 只有为你祈祷了 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吧 如此想着 宝露三世拿出了一串舍利 只是这一串舍利 只有三枚 这 就是当初公养菩提 交给郑谦的 你每天都在为我祈祷吗 神棍 就在这时 领袖的身影 出现在了宝露三世身旁 他似乎早就习惯了 神出鬼媒的领袖 并没有惊慌 只是仍然闭着眼 默念某段经文 没有想到回答领袖的意思 领袖笑了起来 他的眼神无比复杂 全世界 没有任何人能够看懂 这一刻 他彷復重新变成了 曾经的那个他 而不是如今 杀人不眨眼的世界之王 当然 前提是他手中 没有那一颗血淋淋的头颅 今天有几百队 同男同女 被送到集团 当然 宝露三世闻到了血腥味 可他还是自动 忽略了这些味道 默默味 挣签 祈祷 过去某时 斗篷最近经常会出现 一些奇怪的记忆 不是在未来 而是他似乎并没有 经历过的片段 以至于他感觉 自己做了一场 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有的人似乎认识 有的人却根本 没有任何印象 但 唯独有个面容模糊的女孩子 让斗篷始终无法忘怀 还有一个约定 去献一献他的妈妈 看一看他的笑颜 但 为什么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呢 学长你别这样 吴哥哥看到了 该误会我们的关系了 嗯 你都开始管他叫吴哥哥了 你为什么要喜欢吴赵云 那我算什么 你只是我的学长啊 喂呀 我真的好喜欢你 别这样 上 就在这时 一阵吸索的声音传来 斗篷微微睁开双眼 终于从这段时间 始终侵扰他的梦境之中醒来 梦中的场景 又开始渐渐淡忘 但 梦境之外的现实 却让他不由地竖起了耳朵 因为那是林卫央的声音 这里 是远离租界的郊外 很多参加过游行的学生 担心被寻补房抓捕 都聚集在了这里 这里很安静 但卫央的声音 却让斗篷难以入眠 他悄悄起身 溜出房间 因为功夫很强 所以听力极佳 直至来到了一处 非常偏远的地方 才看到小树林里的两个人 一男 一女 女孩正是林卫央 他不断地后退 男生是同样来自燕京的大学生 紧紧抓着他的手臂 激动地说着什么 斗篷在暗中观察着 双目中渐渐生腾起杀戮的神色 现在 快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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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纳德不断地拨打着伤荣烟的电话 但可惜始终拨不通 他丢失了圣母本体 罪则重大 再加上做贼心虚 此前和亚当的事情 也引起了圣母的怀疑 极有可能会被清算 实际上 组织已经开始对唐纳德空 展开一系列的反制手段了 他虽然贵为传奇干部 但那有个重要前提 就是圣母给他继续 坐在那个位置的机会 现在尤纳尼斯 已经发动了各个力量 全球范围内 缉拿唐纳德 甚至还为此动用了隐藏手段 留给唐纳德时间非常有限 他现在迫切需要伤荣烟的帮忙 但 怎么也联系不上 那么 伤荣烟在干什么 他累到虚脱 尤纳尼斯一直在使唤伤荣烟 不是洗脚脚 就是炸西瓜汁 要么就是给他没假 总之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 折磨组织里的工具殿下 你没有挣签的电话也就罢了 为什么没有 唐纳德的秘密联系方式 他那么甜你 怎么可能会没有 尤纳尼斯拍了拍泪成 死狗一样的伤荣烟 咬牙切齿地问道 伤荣烟的都快哭了 我不是把手机都给你看了吗 你还要怎样吗 的确是把手机给圣母了 圣母也真的是翻烂了 都没找到秘密联系方式 号码倒是有好几个 可偏偏哪个都打不过去 他甚至一度认为 唐纳德把伤荣烟拉黑了 尤纳尼斯气地咬牙切齿 可偏偏对伤荣烟没有任何办法 他冷哼道 算了 反正我已经让干部们调动资源 全球范围内击拿唐纳德 除非他跑到地心世界 否则不可能真正躲得开 要么 就是他现在还没有落脚之处 不然肯定会打给你 你给我听好了 他如果第一时间联系你 必须要告诉我 知道吗 知道了啦 伤荣烟可怜兮兮地说道 哟 你们关系这么好 就在这时 恰好郑谦带着风姿赶了回来 才下飞机 就立刻来到月神海滩 准备带小修女走 刚进门就看着 尤纳尼斯抱着伤荣烟 在客厅聊天 郑谦倒是倍感欣慰 不错 姐妹之间要和睦相处 后宫一片和谐才是 来 我找你还有点事情 聊完我就走 说完 郑谦就把伤荣烟拎了起来 我 老公你可算是回来了 伤荣烟立刻紧紧抱住郑谦 就好像树带熊一样 郑谦看到伤荣烟这个样子 倒是有些忍惧不惊 笑着说道 怎么这么想我 刚才看你和尤纳尼斯聊得挺开心 把你给叫走到 是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你们在聊什么 听到这里 伤荣烟顿时泪眼婆娑地 狠狠瞪了尤纳尼斯一眼 在聊圣母那个贱人 妈的 尤纳尼斯面对郑谦当然要保持人设 微笑中带着羞涩 可是心里却开始狠狠拷打伤荣烟 只想着等郑谦走后 必须要加大惩罚力度才行 看到他的眼神 伤荣烟顿时不寒而立 似乎才想起来郑谦刚才要走 立刻吓得魂飞魄散 更紧地抱住郑谦 呜呜 老公 你要去哪里啊 把我也带走吧 我不想当卧底了 怎么了 这是 郑谦奇怪地问道 呜呜 没 没什么 伤荣烟感受到尤纳尼斯充满威胁的暗示 立刻老实下来 来到房间里 郑谦敲了敲膝盖 伤荣烟 这几天真是想得不行 更主要是由老公撑腰 不然真的是被圣母那个贱人欺负惨了 老娘不就是爱吃瓜吗 郑谦感觉今天的伤荣烟 服务器 只以为她实在是太过于思念自己了 刚刚我在路上 集团内收到了来自唐纳德求助信息 她现在联系不上你 应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已经让花花解开了讯号封锁 你马上打给她问问情况 组织的传奇干部 居然主动联系死对头迁路集团 我真的很好奇 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有任务要安排给你 所以才特别给你奖励 抓紧萃取奖励 我等一下就走 听闻此言 伤容焰 只是觉得 郑谦摇摇头 灭 不知何时才能得到奖励 我 因为此前 郑谦还是怀疑尤纳尼斯的身份 知道她来自于组织 所以 让花花封锁唐纳德的来电 以防止尤纳尼斯 知道伤容焰和唐纳德之间 更多的密文 但现在 经过亚当 想要杀死尤纳尼斯这件事 让她开始 对她产生了充分信任 伤容焰 喂 唐纳德 哦 我的上帝 我的公主 终于接通了 我以为我失去你了 法克 我甚至主动联系了 郑谦那个混蛋的公司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伤容焰 嗯 唐纳德 你在干什么 哈尼 怎么声音有点奇怪 伤容焰 没 没事 我在运动 唐纳德 哦 小仙女 早知道可以联系到你 我就不去联系千鹿集团了 你知道的 我最讨厌正前那个渣男了 亲爱的 你不要误会我 我不是要和杀你全家的人交朋友 伤容焰 没 没关系 唐纳德 没关系 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 算了 等我有机会 当面向你解释 亲爱的 你现在必须要帮我 我正在跑路 有个非常惊世骇俗的消息 我 唐纳德 我把圣母弄丢了 伤容焰 啊 我要死了 才说完 他就自己紧紧捂住了嘴巴 艰难的回头 幸福地看着郑谦 听到伤容焰高亢的尖叫 唐纳德无奈地叹了口气 没错 他一定是因为这个消息太拟天 以至于如此的惊讶 是啊 把圣母弄丢了 怎么听 都肯定是个非常爆炸的消息 郑谦则是一脸无语 唐纳德 人民币百分号百分号 郑谦无语死了 伤容焰因为刚才过于激动 以至于把手机丢到了旁边 伤容焰说了一连串信息 都没有听到 似乎察觉到了身后郑谦的不悦 伤容焰立刻流着冷汗 爬过去拿起手机 然后 然后 又爬回了郑谦面前 转过身去 祈求郑谦继续 伤容焰 欧天纳 我的上帝 你把圣母弄丢了 是什么意思 唐纳德 唐纳德 我刚才不是很激动地说完了吗 唉 算了 长话短说 现在组织各大影修会都收到了 要缉拿我的命令 而且还是 圣母那个贱人 亲自下达的命令 我现在无家可归 郑谦一愣 看来这其中有什么 自己都不知道的密文 靠 就因为刚才伤容焰乱丢手机 关键信息都没有听到 于是狠狠拍了他的屁股一下 起料 因为郑谦的这个举动 伤容焰居然又 眼看他又要将手机丢到旁边 郑谦被逼无奈 只得作弊一次 用生死玄关的力量 控制住伤容焰的行为 让他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的双手 死死地抓着手机 这一下伤容焰的反应 更加炸链 唐纳德 所以 我才被逼无奈联系了千鹿集团 我的公主 我并不是主动想要跟郑谦合作的 就是这样 公主殿下 现在圣母那个贱人 应该还没有怀疑你 请帮帮我 伤容焰已经没有办法回答了 但郑谦还是伸出手指点 向他白皙地搏梗 接着 就发出了略带僵硬的声音 不好意思 刚才我没有听清 你说圣母丢了 唐纳德 Yes Yes 是圣母本帖 一两句话说不清 总之 我现在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我真的十分想念你 势不宜迟 我把定位坐标发给你 伴随着电话挂断 郑谦陷陷入了沉思 圣母本帖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 圣母并不是独立的存在 除了本体之外 还有其他的圣母不成 骤然听到这个消息 让郑谦一时间 也没有任何头绪 似乎 他越来越接近 某些事情的真相 好了 我要给你的任务 就是这个 郑谦拍了拍伤容焰 不需要再打电话 自然也不必再控制他的行为 伤容焰就好像是 搁浅在岸上的鲸鱼一样 瘫软到了极点 嘴巴无意识地开合 幸亏刚才有小郑谦的注入滋养 不然他可能会直接晕到昏天暗地 郑谦发现了 其实不只是伤容焰反应 这么剧烈 澹台坠花 导致千岁也有这样的反馈 只不过 他们都是舞者 所以耐受力更强 恢复的速度也就更好 而这 也正是特殊体质女孩 才会产生的某种机制 郑谦得到的好处也不少 特殊体质女孩的先天气气 会经过神器 回溯到郑谦的体内 进入到丹田之中 每次连接 都会强化这个循环 所以 伤容焰才会好像触电了一样 以至于刚连接就崩溃 如果不是 夜北出了事情 我要去找双双 甚至还想要献一献唐纳德 亲自过问 圣母本体 这似乎是个巨大的秘密 或许和法蒂玛的预言有关 你替我把唐纳德妥善安顿好 不要被组织的人抓到 道之千岁 张天灵 黑水莹都留在这里侧应 郑谦还是把伤容焰抱了起来 耐心地说道 伤容焰渐渐恢复一时 她赶紧勾住了郑谦的脖子 享受 厚得余裕 难得的温存 刚才打电话时 她其实几次都想要告诉郑谦 尤纳妮斯就是圣母 她再也不想要和尤纳妮斯在一起了 想要退出组织 跟在郑谦身边 想要和老公生活 但是 听到郑谦这么着急跟过来 居然未了回到夜北 要去陷进路 伤容焰又把话全都咽了下去 眼神里闪过极度的恨意 好 我知道了 她相悍凌厉地抬起头 把玉手放在她坚实的胸膛 痴迷地看着郑谦 看着这个刚刚让她醉生梦死一样的男人 放心吧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你再休息一下 嗯 注意安全 说完 郑谦起身就走 只留下了伤容焰 自己在房间里失神 望着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她颓然且迷茫地伸出手来 试图抓住她的背影 多想把她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专属于她一个人 多希望 未来 快一点到来啊 伤容焰轻声呢喃 给我监视好伤容焰 尤纳妮斯 但她坠花 这三个人 一定会在我离开后 有所动作 尤其是伤容焰 特别注意她 和唐纳德之间聊了什么 以及尤纳妮斯的后续动作 才从房间出来 郑谦就立刻联系花花 开始了一系列安排 郑谦算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伤容焰很喜欢搞事情 自己在她身边的时候还好说 每天都能看着她 一旦自己去什么地方 和她保持距离 伤容焰每次都会立刻有所行动 而且每次都会给郑谦带来惊喜 她刚刚没有询问 有关于斗篷 白袍的事情 就是不希望打草惊蛇 甚至内心里还因因期待 期待她去夜北的时候 伤容焰再度去见这两个人 我死而复生的消息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但迟迟不来刺杀 或许是因为忌惮 可既然这么想杀我 应该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这次趁着我离开 他们一定会联系伤容焰 花花 你一定要认真留意 伤容焰的行踪 挂断电话 郑谦已然来到了一楼客厅 伊丽莎拉早就准备好了 在她连接的时候 风姿就找到了小修女 让她马上准备好返程 尤纳尼斯 我要回夜北一趟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亚当虽然被我赶走了 但难保不会卷土重来 趁此机会对你出手 郑谦若有所思地说道 尤纳尼斯连忙摇头 刚才当她得知 郑谦要回九州 开心得不得了 终于有机会 可以去寻找圣母本体了 不然肯定会有大麻烦 她红着脸 羞涩地说道 郑公子 我就先不跟你回去了 这段时间 一直在月神海滩 有很多事情都被耽搁了 需要去处理一下 我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一定要小心 说着 她就翘生生地 来到郑谦面前 点起脚尖 鼓起勇气 亲吻郑谦的脸颊 恶心死我了 伤容焰知道郑谦要走 想要最后再看老公一眼 于是挣扎着起身 随身披着剑浴袍 就打开门 站在走廊端详 纵使浴袍之内风光无限 甚至满满都是小郑谦的味道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在这偌大的房子里 没有任何除了郑谦之外的男性生物 她的一切风景 都是专属于郑谦的 可是 却偏偏看到了 尤纳尼斯点起脚尖 亲吻郑谦脸颊的画面 顿时感觉一阵恶寒 这个死贱人 早晚要弄弄死 尤纳尼斯娇羞地说道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一定要小心 我 我一直在这里等您 终于 终于又见到您了 牧首大人 过去某时 克洛埃再次来到了 林郑的这座教堂之中 她满脸娇羞和崇拜 汗手看着领袖紧张地说道 领袖笑了起来 她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发出悦耳柔和的声音 我亲爱的克洛埃 上次离别之后 有没有温习我交给你的东西 玫瑰金 背诵得怎么样了 说来听听 嗯嗯 圣德重复同真玛利亚 我献此经 静诸尔圣宠乌鸦之喜 昔日天神家比厄尔 克洛埃本来正在满怀憧憬地背诵着 可是 伴随着领袖轻轻敲击膝盖的动作 他的表情就开始变了 虽然仍背诵着经文 但是他却在逐渐退去武装 一剑 一剑 直到完全坦诚地呈现在领袖的面前 双目狮神 如同提线木偶般走过去 虔诚地跪下 紧接着 他就没有办法念出来完整的词汇了 口齿变得不清晰起来 领袖满意地闭上双眼 而此时 宝露神父则离开了办公区 站在教堂的十字架前忏悔 但 他却并非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行 不是因为把克洛埃带给领袖而忏悔 他在忏悔 是在替上帝忏悔 可怜 悲哀的上帝 就是因为你们这可耻的圣经 才让克洛埃这样的小姑娘 误入歧途 以为领袖是范蒂兰扭刚派来的墓首 就是因为你这可耻的 复苏今天并没有任由克洛埃 独自来到教堂 而是悄悄跟了过来 虽然笃定领袖 不会来到他们这个偏僻的小镇子 但 心中总是有着不好的预感 他不想再被绿了 尽管 上次看到克洛埃回来 脸上仍然是那份纯真的笑容 他悄悄观察着宝露神父 默默松了口气 这位神父如此虔诚地祈祷 应该是个正经人 都怪我神经太敏感了 纵然领袖也会偶尔来到其他的时间线 但不会那么巧 也来到跟我这样的时间吧 再说了 领袖即便是来 也肯定是为了去寻找静鹿 静鹿是九州人 和欧洲八杆子都打不着 是我多虑了 不对 领袖可能是去找静鹿家族的人 他们都在美丽间 对 也跟这里没关系 复苏的脑海飞速运转着 他实在是被领袖搞出了心理阴影 一想到自己的老婆 女儿 天天被都领袖 他就想要吐血 好在 这个时代 一切都是全新的 他观察了宝露神父许久 正松了口气的时候 忽然间感觉到了不对劲 克罗埃明明说是来这里现大人物 但是很明显 不可能是这位普通的神父 大人物 大人物 该不会是 你在干什么 不知何时 宝露神父居然来到了他的面前 微微垂手看着傅苏 脸上满是慈悲的笑容 这位小兄弟 你是来找人吗 傅苏惊慌失措的后退几步 连连摇头 失去力量的他 是如此的不敏感 以至于人都走到面前 才发觉 只是善笑着说道 不 不是 哦对了 我是来找人的 说着 他将随身携带的便当和递了过去 我的朋友没吃早餐 就来了 我 我是来给他送食物的 神父大人 我能不能亲自交给他 他 他叫克罗埃 宝露神父摇了摇头 克罗埃正在面见 范蒂兰扭刚来的牧首大人 他要交给他必要的功课 能通过盛作教廷的考核 而且 你不必担心 他没有东西吃 他 现在 一定已经饱了 宝露神父的笑容有些古怪 温和地说道 我们是不会让信徒饿着肚子的 是 范蒂兰扭刚来的人 吗 傅苏微微松了口气 那就好 据他所知 领袖在以前 应该是和教廷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领袖在 郑谦时期 才认识的宝露三世 才开始对教廷产生影响力的 好好 那我明白了 那个 神父大人 请您千万不要告诉 克洛埃 我来找他的事情 他非常不喜欢 有人窥探他的隐私 如果知道了 可能 可能会不高兴 复苏羞涩地说道 现在的他 就好像是刚刚才坠入爱河的少年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宝露神父心中微微叹息 但还是笑着汗手 放心吧 上帝 会原谅你的 二个小时三十分钟后 领袖温和地注视着面前的女孩 克洛埃早已穿好了衣服 恢复了一时 他只觉得有些恍惚 还饿吗 领袖轻声问道 不饿了 我主真的很神奇 念着念着 就不饿了 只是 只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心还不够纯粹 念完这段经文 总觉得 嘴巴里 惺惺的 克洛埃翘声声地说道 文言 领袖倒是有些忍俊不惊 他用指尖点了点杯子 输出口吧 克洛埃连忙开始输口 正要走向花盆土吊时 被领袖制止住了 咽下去 这是圣物 因你背诵玫瑰金而产生的 圣物 来 看你最近很疲倦 需要被奖励圣物了 现在 郑谦拉着小修女和风姿进入卧室 可怜的伊丽莎拉满脸羞红 现在的她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纯洁无比 什么都不懂的小修女了 郑谦还没有踏入生死玄关之前 就已经教会了她清理 甚至伊丽莎拉在清理这方面 已经非常熟练 甚至在女孩之中 都能够位列前排 业务能力直追摇秋秋 起初她也真的单纯 以为是帮郑谦去摸 但是 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看到 她和姑娘们那个之后 彻底醒悟了 真是渣男 呜呜呜 骗了可怜的伊丽莎拉这么久 我 我不疲倦 不要生物 伊丽莎拉羞涩地拒绝 郑谦直接把她拉过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嘿 你这孩儿 怎么不听话呢 说你倦了 你就是倦了 你的亲戚终于走了 现在就让我亲自用生物给你去摸 来 先让我帮你换上新买的小白袜 嗯 算了 你现在穿着厚白丝 白丝之上再加上小白袜 也别有一份滋味 过来 啊 戏吧 澹台坠花正在月神海滩别墅里用膳 吃得正开心 原本想着再吃几个生蚝寿丝 可忽然感觉身体一阵异痒 险些直接贪软在地 翘脸红扑扑的 嗯 澹台 你还会说泡菜鱼 道之千岁也在吃东西 看到澹台一阵异痒 甚至交歇不解 难道你食物中毒了 这里面 莫非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可紧接着 道之千岁也嘟囔起来 阿戏吧 他的反应和澹台坠花如出一辙 紧紧捂着自己的小腹 满脸飞红 现 或许是因为他俩本身属于同一个人的关系 这方面格外的敏感 基本上是感同身受 可是 现在郑谦明明在飞机上 也没有跟他们那个呀 澹台红着脸 缓了半天才对道之千岁脆倒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 道之千岁也是红着脸 喘云气息后才咬着嘴唇 认真地看着澹台 以前 只有老公那个我们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我现在就有了 你 是不是在自己偷偷 说着说着 他的眼睛就瞄到了某个地方 眼神里满是嫌弃 澹台坠花 直接差点炸了 他狠狠将筷子摔在桌子上 脸红得好像猴屁股 气得浑身 直哆嗦 道之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现在可是在吃饭呢 我吃饭的时候 怎么可能 自己那个自己 不对 就算是不吃饭 淹石魅形的主理人 澹台坠花 怎么可能这样做 道之千岁 显然是不相信 他的眼神始终飘在 澹台坠花的 越是这么想 他就越是感觉淡 于是干脆直接起身 打算掀开裙子 一探究竟 澹台的声音有些发抖 你 你干什么 你别过来 哎哟 哎哟 小修女快要崩溃了 原来 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当二个小时 三十分钟过去之后 他仍然在怀疑人生 不过说来也是 两个人的先天气气 不断地彼此交换着 小修女 总觉得自己某个地方 发生了变化 可具体哪里改变了 又说不出来 渐渐地 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郑谦此时正把风姿抓起来 可才刚刚搂住他的腰 小修女就开始害 全身立刻香焊淋漓 产生着异样的气压 这可是把郑谦吓坏了 赶紧停止 和风姿即将开始的连接 惊疑不定地说道 这 是什么了 风姿此刻也是一脸猛逼 甚至还有点小害怕 观察了一会 这才试探地说道 难道 难道他 刚才主人太猛了 郑谦不由得感到有些自责 都怪我 明知道伊丽莎拉才是厨次 就用如此凶狠的战斗风格开始 没想到 居然把小修女给弄成这样了 怎么办 回忆起刚才种种 虽然体验非常不错 但 只顾着自己爽了 真是没想到 会让他这样 念及此处 郑谦立刻走向小修女 尝试着开始就地治疗 小修女现在的状态 倒是让郑谦又差点来了兴臣 此时 她的修女服 呈现战损状态 白SI更是被撕 总之 碍于文字描述的限制 大家应该明白 郑谦是真的好不容易 才勒住了心源 控制住了一马 可是 当她的手 才刚刚触碰到可怜的伊丽莎拉 她就立刻瞪大了双眼 连忙紧紧抱住郑谦 口中说着难以理解的胡话 郑谦 老公 爱我 呜呜 郑正 我这是怎么了 老公你 郑正你 郑谦整个人处于猛逼状态 明明自己怀里 只是抱着可怜的伊丽莎拉一个人 但是 她表现的却彷复是两个人 一个格外赤裂 一个万分羞涩 郑谦是又惊又喜 一个女孩子 居然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 怎么会让郑谦不开心 可是话又说回来 伊丽莎拉现在的状况很不稳定 有点 像是在江城市的时候 不好 小修女的先天气气 有些紊乱 没办法 我只有用这个办法调理了 郑谦如此说着 便再度开始进行连接 她倒也不是为了趁人之威 而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单气 综合现在小修女紊乱的气息 可是 就算说的 再怎么冠冕堂皇 也还是在做那种事情 小修女这次带给郑谦的体验 又完全不一样了 风姿羡慕无比 同时 在卧室之外 主法洛更是脸红到了极点 她这次也坐上了郑谦的飞机 离开中东那个是非之地 可怎么也没有想到 从二个小时三十分钟之前 郑谦才登上飞机开始 就在不停地连接 明明刚刚已经把小修女折腾得够腔 她甚至都听到了 可怜的伊丽莎拉的悲鸣 但是 怎么现在 又跑过去折磨小修女了 主法洛忍不住咬着银牙 红着脸自言自语脆道 真是个渣男 小修女一直在哭 她怎么都不知道停下来的 这种事情 难道就那么好吗 只顾着自己 渣男 这张没有结束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 郑谦其实也是 有苦难言 她真的不想折磨修女 但是 唯有在连接的时候 让彼此的先天气气中和 伊丽莎拉的情绪 才会相对稳定一些 有渐渐好转的迹象 但 她无意识吟唱的经文 是怎么回事 同一时间 地球比端 旧家坡的某处庄园 正在进行一场相对私密的 却十分有趣的对谈 聊天的人不是很多 坐在主位的 便是主法洛的父亲 主渊泽 而在她右手边的 便是复苏的父亲 傅玉玲 剩下的也大都是两家的人 竹渊泽的脸色不是很好看 冷哼道 真是岂有此理 没想到主法洛这个丫头 居然胆敢忤逆我的安排 不主动去伺候表兄复苏 反而 坐上了正谦的飞机 不过 玉玲兄 既然我们今天要敲定亲家的事情 有些问题 总要问问 忽然 竹渊泽话风一转 试探地说道 复苏这孩子 我只是在她小时候献过一次 能够被 集团选中 被带走历练 我很高兴 但是有一点 总要问个明白 她的母亲 到底是谁 她的父亲 真是你 恕我直言 你们有点 听到她欲言又止的话 傅玉玲笑了起来 把玩着一枚翡翠 淡然道 她的确不是我的骨肉 说起来 我跟她道 事也有点缘分 她是我妹妹 在外面怀的野种 本来我担心 败坏家族名声 打算直接挖开她的肚子 处理掉这个孩子的 但 这个小婴儿 居然一把攥住我的手指头 她看我的眼神 很古怪 就好像 那不是孩子的眼神 而是活了好几十年的老怪物 你知道的 我们家族曾经出现过有 特殊体制的女孩子 我那妹妹有这个迹象 我就在想 把这孩子处理掉 未免可惜 万一血脉里有些 我都看不懂的东西呢 果然不出所料 复苏成长之路都非常优秀 也被集团选中 听到这里 竹渊泽便点了点头 这样就能够解释得通了 她笑着说道 难怪 你那妹妹虽然是 也同属九州华裔 但她母亲是欧洲人 所以带着西方血统 也因此 复苏这孩子 有西方人的骨相 东方人的皮囊 难怪 你为了她 又娶了一位游人姑娘 就是不想让她 对自己的血脉产生怀疑 好了 这件事暂且放下 让我们聊聊三五 那个小姑娘 她目前就在燕京 三五 那个丫头 居然还活着 听到这个消息 在场的一些人不淡定了 在场的众人 都是所谓 世家联盟 但海外家族成员 他们大都是在抗战时期 逃窜出来的前朝贵族 在外面自发性的抱团取暖 一来 是为了躲避鬼子的扫荡 二来 是担心会被斗地主 他们大都拥有不俗的底蕴 即便比不上孔家 宋家之流 联合起来的规模 却也是颇为不俗 经常偶尔搞搞事情 其中 因为压对了 旧家泼李家的宝 所以近些年 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 只不过 目前李家 已经主动退出权力中心 开始由外星人掌权 自然要琢磨后路 他们始终倾向于和组织联姻 只不过有点尴尬 组织的小角色 他们看不上 干部之类的吧 又看不上他们 所以 这么多年来都始终没有崛起 直到傅玉玲 有了一个好儿子 复苏 先是被从小 集团选中进行培养 这么多年 没有在历练中死亡 反而上演王者归来 再加上傅玉玲 给他找了个游人母亲 所以他也算是游人 因此 机缘巧合下 又得到了组织的重用 如今更是成为了干部 还是目前中东地区 数一数二的很角色 整个六芒新国 都完全配合他 组织内的游人团体 也都纷纷到向他 为他马首是瞻 一时风头无量 所以 应该很容易理解 他们崛起的过程 那就是 非常看重联姻 三五虽然也来自于 这些个家族 可因为先天有问题 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自然也就失去了 联姻的价值 唯独他老爸尚云雀 不想放弃三五 尚云雀他们在上家 又属于墨流 处处受到排挤 最后只能背井离乡 同时 家族内又有亲属 基于他手中的股票 这才在海上被杀 尚云天是尚云雀的哥哥 他眯着眼睛说道 话又说回来 三五是我们家族内 学习功夫最有天赋的人 把他们全家杀了 倒是有些可惜 可若是不杀 我就没法收回股票 在家族内绝对控股 他 全还活着 难道想要来报仇 上家 他也算是古老国术的传承家族 只可惜 近几代都没出过什么人物 偏偏就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三五 居然天赋一柄 学什么都快 小小年纪 已经降得不可思议 再不杀 以后就杀不死了 竹渊泽微微汗手 有人在燕京看到他了 好像现在跟着乌雅照晕 倒是不容易处理 算了 各位 今天也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做个见证 见证我清点的竹法洛 与复苏的婚事 傅玉玲预幼稚 试探地说道 但是竹法洛那孩子现在联系不上 竹渊泽摆了摆手 笑了起来 放心吧 小女一直都很听我的话 不过现在正在那登徒子挣迁的飞机上而已 一旦落地 我自然有办法让他乖乖回来 傅玉玲长舒了口气 那我就放心了 大哥 咱们这也算是亲上加亲了 哈哈哈哈 亲上加亲 表兄娶表妹 简直天作之和 同一时间 复苏陷入了深深的狂躁之中 他正在六芒星的总理官邸办公室 走来走去 最近让他焦虑的事情 主要有两件半 第一件 就是竹法洛跑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郑谦居然和竹法洛 还有隐秘的关系 以至于竹法洛前段时间 一直跟在郑谦的身边 起初 他觉得还没什么 毕竟尤纳尼斯也在郑谦那里 但是 郑谦现在起飞回国 竹法洛居然也跟着跑了 复苏的肠子 都特妙毁青了 早知道就一起带到六芒星了 现在未婚妻找不到了 憋了这么久 怎么办 第二件 同样让复苏十分的烦躁 那就是他发动了 整个六芒星的力量 在这个国家 开启了地毯是扫的 任何与宗教 传说 神话相关的地方 都找遍了 始终没有找到 法帝马预言 的东西 按照尤纳尼斯所言 他会在六芒星 彻底蜕变为邪龙 可是 人总不能够直接原地 自己变强吧 肯定是有什么 类似秘籍之类的东西吧 但是 什么都没有 以至于他陷入了 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难道就这样 待在六芒星 就能拥有 诛杀领袖的力量 他可是知道 领袖到底有多强的 就连圣母都忌惮成了 这个鬼样子 能不降吗 更不要说 这么多年以来 集团到底培养出来 多少爵士高手了 呃 公子扶缩 内塔尼亚搓着手 紧张地开口 嗯 复苏冷冽地回头 看着眼前的老男人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就这么 当六芒星总理的 唯唯诺诺的 内塔尼亚擦了擦冷汗 哆嗦地说道 公子扶苏 最近国内反对的声音 越来越多了 我们 是否还要继续轰炸下去 安全去也死了不少人 我有点扛不住 你给我听好了 现在的六芒星 不 是现在的你 只能继续杀下去 扶苏攥住了 内塔尼亚的衣领 阴森地说道 不要听那些反对的声音 你现在只有 剩了一条路可以走 不然前面所做的一切 都要被清算 记住 你已无路可退 去 是 那美利坚方面 还希望干部阁下帮忙卧旋 滚 复苏将内塔尼亚给 就地轰走 他陷入了深深的烦躁之中 此时满脑子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郑谦 到底有没有给他戴绿帽子 要是郑谦先一步 把主法洛给弄了 复苏都不敢想 自己会有多愤怒 他根本不敢想 到底会做出 多么恐怖的事情 那可是他的表妹的 软软诺诺 香香甜甜的表妹啊 主法洛的声音 就好像是空喉一样 我都不敢想 做那种事情的时候 会有多么的动听 一定不能够让郑谦听到 我特么是组织的干部 怎么可能会有人虑我 主法洛 你最好给老子安分一点 知道吗 同一时间 商容烟拨通了 主法洛的电话 喂 你在飞机上 对不对 他现在肯定是在那个 对吧 呵呵 我太了解他了 肯定是在和风姿 算了 便宜那个贱人了 我问你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 当初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说过 郑谦的第一个孩子 是金鹿所生 你现在 还确定吗 你确定他在未来 和金鹿 有孩子 金鹿都没了 怎么可能会有孩子 有 我确定 是一男一女 主法洛由于片刻 随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因果 那就是确实发生的 商容烟 你忽然问我这个做什么 还有 你刚才说金鹿没有了 什么意思 他才说完 商容烟就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主法洛有些不高兴了 你笑什么 商容烟继续咯咯地笑了起来 因果也是可以改变的 对吧 我记得那时候 我把崔子青和苏元双抓起来 你对我说了一些什么奇怪的话 你想要改变大家的命运 对吗 主法洛点点头 但没有回答 因为在他看来 大家的命运已经改变了 主法洛能够感知到的因果很有限 并不能够看到完整的发展脉络 只能够看到 结局 本来他所看到的结局 是世界落入到无边的黑暗之中 每个人都活得十分凄惨 而且 他会和复苏结婚 但是 也不知道从哪一刻开始 周围所有人的命运之上 都不满了云雾 他知道这肯定是有郑谦的参与 因为只有郑谦的命运 才是他真正看不通透的 换句话说 会不会 是郑谦的命运 也开始改变了 但不管怎么说 目前只能够确定自己将来不会 和复苏在一起 既然这个结果已经改变了 即便是看不通透大家的命运 那基本上也可以确定 在未来很多事情的结果 已经不一样了 或许 他要做的事情 已经成功了 但是 必须还是要说但是 主法洛原本能够看到 非常清晰的因果 可渐渐的 最近自己能够感知因果的能力 越来越黯淡 不仅如此 就连他的反噬都少了许多 就好像 神在收回他的能力 既然结果已经改变了 收回就收回吧 他并没有接怀 商荣烟继续笑着说道 嘿嘿 虽然你没有回答我 但我已经可以确定了 未来已经发生了变化 既然如此 郑谦的第一个孩子 也有可能不是进入所生 对吧 主法洛有种不好的预感 迟疑地问道 你什么意思 商荣烟哈哈大笑 嘻嘻 既然如此 那我就放心了 好了 就这样吧 拜拜 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盲音 主法洛的眉头紧锁 商荣烟 又要搞事情 此时的商荣烟 的确是兴奋得不得了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似乎正在筹划着什么 太好了 主法洛既然这么说 那就是确定了 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现在进入的身体状况 似乎不是很好 我要不要让圣母那个贱人 直接出手 我想想 应该怎么说比较合适 要不要干脆告诉他 郑谦就是领袖 而用进入 可以拿捏郑谦 商荣烟越想越兴奋 无数阴谋诡计 开始脑海中闪现 碰 就在这时 尤纳尼斯一脚踹开房门 吓得商荣烟一哆嗦 连忙尴尬地笑了起来 啊 老大 你抖磨回来了 你 你不是说 说 呃 要出去找什么东西吗 尤纳尼斯冷哼一声 抓起商荣烟 就朝外走去 废话少说 我现在首先要找的 就是唐纳德 他是你的舔狗 你们之间 肯定有奇怪的联络方式 赶紧带我去找唐纳德 不然我就把你 直接丢到海里喂鲨鱼 知道了吗 商荣烟都快哭了 本来还想着施展阴谋诡计 可却被圣母就这样拎走了 我不思 我不思 呜呜呜呜 商荣烟还想说什么 尤纳尼斯直接封住了他的声音 让他无语凝唁 嗯 居然提前派了这么多人监视我 还没等离开别墅 尤纳尼斯就感觉到了 各种监视的气息 不言而喻 说不定 还有间谍卫星在窥探着他 他沉吟片刻 还是凭借生死玄关的强悍实力 摆脱了千鹿集团的立体监视网络 我如果表现得太安分 郑千才可能对我产生怀疑 我表现得越是有秘密 反而会让他对我感兴趣 我已经摸透了他的性格 谈谈 哼 等我有空了 再来收拾你 想到这里 尤纳尼斯便飞速离开月神海滩的范围 消失在了监控的盲区之中 过去某时 自从幻宁抱走染长袭的孩子后 他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 终于完成了使命 即 让染香远离近路 让染香的人生 不再和郑千他们产生交集 但同时 也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他 何去何从 是纪木熙发现了 利用宇宙超弦 前往不同时空的关键 也就是那台大型强子对撞机 可幻宁来到这里的时间点 仅仅是千禧年之前 这台机器 还没有被制造出来 现在是1999年末 机器还没有 幻宁陷入了迷茫 留给他的 似乎只有一条确定的路 那就是永远地留在这个时代 但 他太想念妈妈了 纪木熙生命垂危 幻宁最起码 想要回去看妈妈眼 于是 他做出了一个 非常关键的决定 那就是前往欧洲 幻宁继承了母亲 优秀的科学家基因 再加上纪木熙 在培养幻宁时 有意识地将他的发展路径 向物理学靠拢 而并非是电脑科学 因此 幻宁可以说是一位 真正的高能物理学家 既然现在这台机器 还没有建造出来 那么 不如我就去 参与建造 更重要的是 现在欧洲已经开始立项 按照年份来看 已经在建设过程中了 幻宁粗略一算 只要八九年的时间 就可以真正建造完毕 而且有他的参与 说不定 可以将建造时间提前 就这样 幻宁踏上了 重新回到未来的路上 过去某时 欧洲 陈愁和一位 唯唯诺诺的中年人 在咖啡厅里 他缓缓摇曳着咖啡杯 轻柔地说道 我交代的事情 你都记住了吗 中年人连连点头 强森博士那台大型强子对撞机 是邪恶之源 距离建造完毕 才过去了几年的时间 我相信大家 肯定也都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台机器 不该属于人类 不过 现在还有用 所以 我需要你在2024年的9月某日 将其炸掉 听懂了吗 过去某时 听着陈愁的话 看似木讷的强森博士点点头 他推着厚厚的眼镜片 迟疑地说道 既然这台设备如此邪恶 那为什么不尽早毁掉 2024年 距离现在 未免有些遥远 还有差不多 十几年 在这段时间 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强森博士 似乎非常认同陈愁的观点 也致力于破坏这台大型强子对撞机 陈愁摇了摇头 强森注意到 他的胸口带着一枚 Y字形的徽章 这枚徽章 引溢在黑暗之中 彭腐默默观察着这个世界 如果一切都按照 既定的轨迹进行 或许 无法真正让这个世界的 时间线发生未移 以往很多类似的举动 我们做过很多次了 这次 我的老板 想换一种方式 好了 你只按照我说的做就好了 这次 我们真的要改变未来才行 话音落下 陈愁起身准备离开 但就在这时 他却停住了 目光紧紧凝视着一个方向 瞳孔微微震战 强森博士并不知道 陈愁因何而驻足 但他的确有满腔的不解 直接站起身来 激动地说道 你 陈先生 我真的很好奇 你 你真的是 来 来自 未来 陈愁的目光 仍然望着那个方向 缓缓说道 我给你的技术 是这个时代的吗 陈愁的指尖微微颤动 怎么会 怎么会 历史 不是已经改变了吗 现在 纪木西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不行 还是不行 如果不利用那台设备观测 做实验 我永远也不可能触摸到宇宙的 闲 虽然现在的科学 还无法证实其存在性 但是理论上是绝对可行的 尹烟烟拍的电影 也基本还原了这个说法 我认为真的可以 一定要找机会 能够去欧洲 使用这台机器才行 纪木西陷入了苦恼之中 随手翻阅绝密资料 这些内容 都是花族利用黑客手段 从欧洲原子能机构窃取出来的 都是绝对没有对外公布的内容 从科学研究 到科研人员的相关信息 都保持绝对的隐私 但 这当然难不倒世界最顶尖的黑客专家 花花 其中的确观测到 在某次进行和裂变实验中 有一枚粒子消失了 那一定是进入到了五位空间 这是进行时空穿越的关键所在 可惜 这样的机器 全世界也只有那么一台 也就相当于掌握在组织手里 它想要进入南上加南 当然了 若是郑谦这样的高手潜入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笃定 尽管世界很多机构都在研究 时空穿越的相关课题 但绝对没有任何机构成功 甚至 很有可能它才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那一个 望着电脑里仍然不断运行的 迁路模型 既木熙感到既害怕 又兴奋 超弦 真的是世界上 最美妙的存在了 如果我能够亲眼看一看 这种神奇的反应就好了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做到了 那我一定要留下隐藏坐标 通往随机的历史 和老公一起 聚往未知的过去 一想到这里 既木熙就感觉甜甜的 这或许是电脑科学家 亦或者 是高能物理学家所能够想到的 极致浪漫 在他们看来 再没有什么 能够比得上和最爱的人 一起回到过去 更加让他们激动万分的事情了 再想到 是和郑谦一起 就让既木熙 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和内肥胎 爽得不行 忽然 既木熙的目光 被花花窃取的资料中 一个身影吸引住了 他猛地拨开其他打印出来的文件 紧紧地盯着 双目之中 闪烁着难以言喻的神采 因为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以为站在那群人之中的 就是 既木熙本人 只可惜 拍下来的画面 实在是太不清晰了 紧紧一息从轮廓中 感觉和自己相似而已 画面中的女科学家 似乎非常抗拒拍照 这还是在大家的打闹中 被捕捉下来的 奇怪 从画面中能够看出来 这个学者似乎很有地位 这些人看他的眼神 有着崇拜 但是 这样一个重要人物 为何在历代研究员的资料里 没有任何体现 不应该啊 而且 这可是轻始流明的机会 建造出大型强子对撞击这样的怪物 既木熙妈撒着照片上模糊的人脸 眼神里闪烁着奇异的神采 出色的女性物理学家 本来就少 如此年轻的 杰出的女性高能物理学家 更是凤毛麟角 看起来也不过二十多岁 站在照片里的 还活着的 都是领域内的绝对大佬 照片里的站位 也绝不一般 这样的人 一定会立刻想到的 但是 既木熙回忆着资料 和那些女学者 根本对不上 有那么一瞬间 他产生了非常荒谬的猜想 那就是 未来的自己穿越到过去 帮助建造了这台机器 也实在是太荒谬了 且不说我在未来 是否真的成功 实现了时空穿越 单单就是回到过去 帮助建造这台机器 就非常不合理 不 也不是那么不合理 只有利用超弦 才能够实现穿越 但是那个年代 并没有这台机器 那就代表着 我需要它 才能够回到未来 我在说什么鬼话 真的是搞研究 搞魔障了 既木熙苦涩地摇了摇头 但 他还是小心翼翼地 剪下了那个寂寞生 又熟悉的人影 放在了卡加里 伴随着飞机 在夜北四人机场 缓缓降落 郑谦 长说了口气 这一路上 他不知道 和可怜的伊丽莎拉 连接了多少次 甚至有些时候 就连他都觉得 自己实在是太过分了 一般小姑娘 跟他来几次 就要死了 小修女愣是在这一路上 都没怎么停过 这个阵仗 就连疯姿都看傻了 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对 挣千耐受力 最强的存在了 可是和刚刚的 小修女一比 简直若爆了 真的 没有坏掉吗